我們今天就吃這個薑跟辣椒 這麼養生喔 好可憐喔 沒有我們今天要做點不一樣 我們要做四川口味的這種拌麵 直接不用那個 不用後台 不用效果器了 有的就直接會配音 我現在先切薑 把薑切成末 好久沒有做菜了 因為最多在做手術 辣椒 通常是用乾辣椒 但我這辣椒不夠乾 也要OK啦 其實就辣椒就對了 他先備料 要不要摸我的手喔 我的手很辣喔 那你可以摸自己嗎 蛤 那你可以摸自己嗎 嘿嘿嘿 我告訴你你這樣就不對了 你要說你眼睛有東西 有淹死 下次我會了 下次我會了 這我教你的 我還會中你的技嗎 辣椒稍微碎成末 現在我們就來熱個鍋 喔開煮了喔 其實因為我們其實這個 這個四川口味的這個 因為我們是要做拌麵 對不對 所以其實呢 其實方法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用這個 我這個方法畫你們學起來 是快速的 其實它跟麻婆豆腐的那個步驟有點像 對它就是麻婆豆腐的拌醬 對但是沒有豆腐 沒有豆腐 你想加豆腐也可以 就是你做完這個醬之後 再把豆腐拿下去一起燜煮也可以 或是你也可以直接用這個拌醬拌麵 要開始囉 OK 好,我們看到這個 花椒麵有沒有 來一點 好不好 一點就好不要多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好 好 來,現在肉炒香了 是 來,把它炒沾一點 好 來,我們加豆瓣醬 好 來,味道濃一點 多一點好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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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是我們自己做的這個刀口辣椒 有一點,下次做其他的料理,可以用 香味都出來,把他炒去,炒在時候呢 加水 通常水淹過豆腐,我今天沒有豆腐 好,就醬了 好,讓他滾的時候呢,我們加一點鹽 糖,我喜歡點一點,多加點糖 好,醬油 因為我們怕的太辣,有沒有 剛剛有醬蒜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如果想要先加也可以,爆香那些的 但我想要留著後面在一起滾就好了 因為我這個辣椒蠻辣的 然後剛剛不是勾芡嗎 勾芡的時候呢,先下一點下去 然後先滾一下 分兩次勾,他會勾得比較濃一點這樣 其實這個時候你聞到那個香味啊 他其實就出來就是馬婆豆腐的那個香味 我先讓他再滾一下一下 好,你看他現在夠濃濃的 我再加一點辣椒粉 這是韓式的辣椒粉 韓國辣椒粉 其實比較是偏 鹹一點 他配色 我覺得韓國辣椒粉不辣 對 對 對 如果有需要韓國辣椒粉的朋友 可以跟我講 不要 我們 有出路 有 來 這個時候呢,再把其他的那個 勾芡 下去 有沒有看,很濃濃的 好不好 好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對了 看起來像不像 地獄的湯汁 地獄的湯汁 做壞事 就在裡面滾 好不好 好 好啦,我們這樣就這樣子了 已經滾起來了 好,就把它放下 就要這樣 其實很簡單 因為很多東西是我們自己先做好 像這個刀口辣椒 之前我有拍一篇就教大家怎麼做刀口辣椒 其實是蠻方便的 如果我們沒有的話 那你就自己 自己用個花椒 對 那你就花椒多 花椒力多一點 那其實是因為我的刀口辣椒裡面就有花椒了 所以我剛剛的花椒 本身丟的比較少這樣子 好不好 你們看這個 有沒有 哇 好厲害喔 好啦 就這樣子了 我們現在來煮 下一步 好啦,現在來下面給妳吃 我食量比較少 我煮三坨 妳兩坨我一坨 我煮三坨 妳兩坨我一坨 好 我看起來食量很大嘛 不管 就是這樣 就是讓大家這樣覺得 就算我吃兩坨 也讓人家覺得 哇 煮好啦 對啊 這很難分耶 他沒肚子餓了 這比較多嗎 等一下分完就知道了 如果這比較多的話 另外也就少一點 好不好 欸好像一樣 不行 妳要再多一點 這樣 好 再多一些 媽媽 謝謝 可以嗎 謝謝 可以齁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香油 讓它香一點 好 這是韓國的香 那個芝麻油 特香 謝謝謝謝 他們也很可愛 從我褲子口袋拿我的手機給我 對 來 精彩的來了 精彩的來了 好 旁邊如果有可能白菜啊 或是小黃瓜都可以 配上去在旁邊這樣子 那這醬我覺得蠻方便 就是你可以把它冰起來 然後想吃的話可以拌飯拌麵 放在吐司都可以 沒錯 好 然後再加一點 蔥 蔥花 蔥花是來點綴的 好不好 來 完美 開吃了 他想要吃一個拉我